我未致為各位善知識,請大家合十三稱 南無本師釋家茉莉佛 南無本師釋家茉莉佛 各位善知識,請大家合十三稱 南無本師釋家茉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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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善知識,喜信論今天跟大家結束 上一次跟大家講解完 摩開演大成的意義 當然我們用了若干的時間去解釋 一個體相容 我們在未來的喜信論的講解裡 繼續會引出來的 而現在我們跟大家講解新的這段 請大家看看,我現在把這套燈登出來 首先我讀一次 二說立二份,次說解釋份 解釋有三種,混合為三 一者顯示正義,二者對峙邪汁 三者分別發脆道相 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 混合為二,一者心真如門 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 皆各總攝一切法 此二混合,以是二門,不相離固 再正式解釋這段法語之前 我首先講一講 幾十年來我們接觸佛教 自不然我們在經教方面學習 但很多時候你會聽到很多人說 他不明白佛教,佛教很難,很深 他講到這件事是屬於積極的,善意的 講出佛教這種深奧,這個是事實的 但有些他用一種略大侮辱的形式去講出 好心啊,象牙塔的文章啊,好像空中流角那樣 不知講什麼,有時有說有,有時我沒有 他以為佛教的道理是這樣 你要明白一件事 我們對任何一件事都是 我們未認識的時間來講,一定有問題的 所以呢,我們要學世間法的事物 世間法的學識也好 出世間的學問也好 都一定要問的 所以一個學生 無論你是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 甚至研究院 你都要學習怎樣去問 如果你不問呢 只有兩種情況 第一,你根本都認識 你不需要問的 第二,你根本不知道怎樣去問 所以你就不想問 究竟你是屬於哪類呢 佛教的道理是非常之正深的 這個全世界 即使其他宗教都認同 但問題是,如果有理智的人 即使不認識佛教 都不敢說他是什麼空中流角 像是象牙塔的文章 又說不切實際 有時候又有時候沒有這些說話 如果你有這些問題 為何你不學習去問 去研究這個佛經的道理呢 而信口癡黃 別人說這樣,你又說這樣 佛教是迷信 所以由此告訴大家, 宗教和神話是不同的, 神話是沒有教義的, 他的所謂道理是可以反駁的, 不可以經得起問的, 神權的道理就是這樣的, 神的旨意就是這樣的, 你是神的子民, 正義皇帝要殺你的頭, 你不能反對, 但是佛教是一個自衛的宗教, 他說出了一次眾生都是未來佛, 都有佛性, 所以應該要問, 為什麼不問呢? 所以在《靈驗經》那裡, 佛都說出了這個重要, 由此我們本身來講, 能夠有一種好學的心, 世間的知識容易成就, 出世間的修行都容易成就, 但是你肯不肯問, 所以重申, 你不問, 除非你認識了, 第二, 你根本不認識, 你不知道怎麼問, 是這樣的情況而已, 除此之外, 可能有第三種情況, 或者說第三種情況, 死了的人就不會問, 所以, 這個, 對於這個修行, 這個屬於行動來的, 但是任何的行動, 或者我補充一句, 任何切實的行動, 都需要有這個正確的理解, 你才會起行的, 為什麼人家剃頭, 出家, 受他出家, 努力修行經教幾十年, 成為高僧大德呢? 他有原因的, 所以, 有一個說話叫做, 鈍入空門, 這個說話是一些愚痴的人講了幾百年, 什麼叫鈍入空門呢? 佛教講出這個空, 空解脫蒙, 空無相無怨, 你去到寺院裏面, 一間大的叢林寺院, 前面有牌坊, 中間有大紅寶殿, 後面有增芳, 很大的寺院, 叫做這個叢林, 通常這個牌坊有, 這個牌坊有, 用這個堅硬的石, 對齊城, 是有三個門的, 佛教講叫做三門, 空無相無怨, 空解脫蒙, 無相解脫蒙, 無怨解脫蒙, 這個意思就是說, 小城與大城都解得通, 你查佛洛大詞典, 佛洛大詞典很清楚解釋這個空無相無怨解脫蒙的意思, 但有看到有佛洛大詞典, 肯看佛洛大詞典, 現在上網那麼方便, 你隨時可以查空無相無怨解脫蒙, 有多少個肯看才行的, 所以由此為何我們要在這裏跟大家講解佛教, 告訴大家, 有些人會犯駁, 說明空無相, 無怨解脫蒙, 既然無怨, 為何有大怨地作蒙無殺, 佛教講法大怨呢, 這個無怨解脫蒙是指萬法皆空, 而患出事相, 所以因此其實無有怨求, 這個無有怨求不是說你無法怨, 是叫你明白空無相之後的時間, 就隨順如發言, 這樣解, 你明白嗎, 如果你不明白空無相, 空與無相這兩個道理呢, 你不能夠明白無怨解脫蒙的, 這個無怨解脫蒙是指無所怨求, 無所怨求的時間, 為何我要求生生在教育世界呢, 你要明白你是什麼身份, 我們現在是凡夫來的, 正如在大海之中浮沉的眾生, 不能夠不遠上船的, 要上這個池航的, 你上了池航之後, 你就不是苦海的眾生了, 你現在上了池航沒有, 還是在水中沉溺的苦海眾生呢, 所以就講過何需要用佛, 道岸不遂周, 我們過何需要借著這個木佛, 那時候, 就去到岸, 就去到岸, 就要審起木佛, 就要登岸, 難道你上岸就揹著木佛上岸, 行街嗎, 那時候來講, 你明白你現在屬於過何需要用佛, 木佛這個時間, 還是到岸不遂周的時候呢, 所以這個道理很重要, 所以這個無怨解脫蒙, 是基於萬事兇無相, 大誠第一義兇這個道理, 而信應這個基程呢, 就講出這個願, 而這個何謂無怨解脫蒙呢, 如果你有願有所求的時間, 一切眾生都善未來佛, 你要求什麼呢, 但問題是你暫在這個, 正如我上次講, 如來壯, 如來發生來講, 我們是眾生為的時間, 以如來壯來壯來講, 我們的煩惱, 我們的佛聖藏於煩惱之中, 就有修行這個意思, 就叫做這個環滅門, 這個門境, 暫在佛來講, 這個果尚聖人, 已經是究竟證到解脫的境界, 就屬於這個道文不遂周, 他本身來講, 已經是還滅門修行者的究竟, 所以變成了, 就已經是達到一切自在, 就無所謂修行, 那我們怎樣看法呢, 暫在如來發生來講, 成佛的諸佛已經證到如來發生, 不是說修行的了, 不需要修行, 已經究竟成就, 但是眾生, 我們的煩惱, 仍然在有時間, 所以如來壯, 用如來壯解釋, 還有煩惱就要修行, 所以同樣是有如來的佛聖, 佛也有如來的佛聖, 但是佛聖人如來發生, 我們呢, 用如來壯這個角度解釋, 就這樣說法, 因此, 即是說, 這個菩薩, 就以地藏菩薩來講, 古佛所誓言, 已經究竟成等政覺, 誓言地藏菩薩子生法大元, 是講出了一種, 以我們眾生的角度來講, 是需要修行法元, 所以, 雖然說, 這個一切功德, 本字具足, 正如這個體上用三大, 這個上大, 我們以往解釋, 但問題是, 你不修行, 它不究竟顯出來的, 正如你現在, 甲紋裏面有千萬億家財, 但你不見了一條鎖匙, 是失時甲紋, 你不能夠開取你自己本有的, 這個寶藏, 而拿回你自己的這個寶物, 將它拿出來用 就是這樣, 修行就要找一條鎖匙, 這條鎖匙, 找一條鎖匙這個過程, 就是修行這個過程, 所以, 暫時眾生, 本來是具足體穿用三大, 沒有所謂求的, 本來你是具足的, 但問題, 你未能成百一時間煩惱, 將壁你, 令你苦海浮沉, 生死無邊, 一切如來的功德不能享用, 就要求的, 所以, 這個道理就是, 我們眾生就要法院, 但是從法院收容的時間了解到, 我們成佛的時間, 是得到自己本有的家財, 得到自己本有的家財, 是本具不失, 正如佛經講到這個意內明珠, 一個貧窮的人, 黑色, 周圍去, 受盡這個艱辛, 受盡這個冷眼, 但有朝日, 有人告訴他, 原來你衣來, 你見髒了的衣服, 以前你的父母亂了一顆明珠, 這顆明珠價值連盛很寶貴, 你拿出來的時間, 原來你本身是家財千萬, 但你不知道你衣來有這顆明珠, 這顆無價寶, 即是我們有無價佛星, 有無上佛星, 舉足體信用三大, 但首先你不明白自己有體信用三大, 自己不知而法律修行, 你就不能夠受用這個體信用三大那種的無盡覆落, 就是這樣解釋的, 所以, 空無上無縣解脫門, 都是說你能夠從空, 帶成第一與空方面理解, 帶成無上這個道理理解, 帶成無縣的角度解釋的時間, 而能夠知空, 而知道這個修行方法得空, 知道無上, 而了解到這幻相而修行, 而了解到無縣, 而不妨隨順法縣, 而成就無上的修行, 就是這樣意思的, 所以, 重新, 你見到佛教寺院大大的牌坊, 這三隻門代表空無上無縣, 三解脫門, 你又明白嗎? 說明, 空無上無縣, 後面間解脫門, 從這個門徑修行, 從這個空修行, 而能夠進入這個寺院, 從這個無上, 這種功夫成就, 可以進入這個寺院, 從這個無縣的角度, 進入寺院, 但無論怎樣也好, 都是同時, 三個門徑, 是接引三類基程的眾生, 但同時, 都是達到這個解脫的比我, 有這個意思的, 所以, 佛教譚空, 指真空, 就不是橫空, 這個是橫烈的橫, 佛教譚有, 這個是妙有, 就不是執實, 妄執之有, 這個是有的, 所以屬於真空, 妙有, 就不是橫執實, 有, 這個是有的, 所以, 由於如上這個道理, 這段法語, 馬明菩薩講到議說立義份, 講到這個立義, 凡事, 講到經文一定有這個法句, 一定有意義, 講到立義之後, 我們要解釋, 所以, 在這個解釋份裏面, 是佔了整部大乘起訴論, 最長篇幅的, 因為需要深入去理解, 深入驚訟, 智慧而言, 所以, 你看, 解釋這兩個字, 筆劃都非常深奧, 都非常多的, 解釋有三種, 有哪三種呢, 一指就顯示正義, 第二就對峙邪汁, 三就是分別發脆道想, 這個道理呢, 首先我引方輪居士的資料, 幫大家理解, 然後我再引這個保證法師, 以及原因法師的資料, 給大家解釋, 我是港經的居士, 幾十年來, 我都是引大德的資料, 再加上我本人就經文資料的發揮, 配合其他經教的道理, 和大家講述, 我不敢自己自把自為亂作的, 我告訴大家, 在佛教幾十年, 我認識到很多人, 很多朋友, 有些都很發心的, 很喜歡講經, 很喜歡說法, 這方面來講, 暫以精神來講, 講經說話的精神來講, 我很讚嘆, 你誰講經說話, 我都很讚嘆, 但是你記住一樣說話, 我記得我當年, 幾十年前, 學靈驗經的時間, 我老師永明法師, 這位比喉尼法師, 很慈悲, 他講出了一句說話, 很重要, 他講出了, 這個功夫一定要踏實, 你如果沒有死功夫, 你不會有活運用, 即是說, 如果你不是好, 經文方面去鑽研, 去學習, 你不要隨便發揮, 這個道理要明白, 是很多人會害怕的, 但是我們佛教裏面, 有些新宅師兄, 或者當年有些人開始發心去講經, 他看一頁, 就想作其他九頁, 那部經那部論都沒看完, 就開始講了, 他很多人會害怕的, 你記住一句說話, 我們講經說法, 不是做戲, 去發揮自己的本能, 如果你是一個戲子, 你拿劇本來看一看, 你有才能的時間, 你可以照道理發揮, 你不一定要穿個字, 衣足劇本的說話讀出來, 你可以自己發揮這種本事, 但是講經說法, 你不要立刻這麼做, 講經說法不是做戲, 你不是以劇本發揮自己的所謂演技, 不一定照做劇本, 你做出來的效果就可以了, 導演要求的效果就可以了, 講經說法你不可以錯的, 當年香港傳惠老法師, 他講的力言經是專家, 我很讚嘆傳惠老法師, 他講了一句說話, 他說, 我們講經說法, 一個字都不要講錯, 講錯一個字, 解錯一個字, 影響很大, 但問題是這種著實的功夫, 有多少肯做呢, 所以如果你沒有死功夫, 你不可以活魂容, 你想一下, 正所謂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人家演戲, 或者上台表演都常常要這樣做, 唱歌也是這樣做, 表演功夫什麼都是, 你怎麼可以在自己好好的用功的情況之下, 立刻上去發揮, 我告訴你, 佛法無編,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聽, 佛法無編是指佛所講的解決方法, 是無有編制的廣闊, 正如《大乘喜信論》, 最後這四句回向解, 諸佛甚深廣大義, 我今除份總辭說, 回子功德如法聖, 普利一制終生間, 諸佛所講的法是甚深廣大義, 我今除份總辭說, 回子功德如法聖, 普利一制終生間, 諸佛所講的法是甚深廣大義, 我今除份總辭說, 回子功德如法聖, 普利一制終生間, 所以叫佛法無編, 但有些人竟然如癡, 印本書出來, 張釋迦牟尼佛像, 左邊或右邊, 拍了一幅, 另一幅就不好, 這陣在美術角度來說, 你可以這樣引殘, 但佛法來說, 你要出佛身血, 明白這個道理嗎?佛像是莊嚴, 為什麼你拍一邊不拍一邊, 一邊佛像, 一邊沒有佛像, 一邊打動, 叫佛法無編, 不要這樣做, 所以佛法輸向恭敬心中求, 無論你是出佳或在佳, 你有頭髮或沒有頭髮, 你既然是講佛的法, 你要尊重佛所講佛的道理, 與實去做, 所以當然, 佛像在前面拍不到佛像在後面, 當然這個我明白, 但你沒有理由說佛無編, 代表這個意思就是把佛打動, 斬半, 正面的佛像一邊有一邊沒有, 你不是搞藝術, 對不對這個道理, 所以佛界有藝術, 但也不利尊敬, 所以由於這個體述和這個體達, 這個發身之體是這麼重要的, 正如我上次跟大家講到, 你想修行, 正如你畫畫, 你想寫畫, 首先要找一張畫紙, 然後你在畫紙上, 加上色彩以及線條, 適當的組合, 成了一張很漂亮的畫, 中外明畫都是這樣畫成的, 你沒有畫紙怎樣可以畫畫呢, 你即使在牆上畫, 都要借助一個畫的對象, 但我以畫紙作一個譬如, 所以你要修行, 你首先要見法性, 見法身, 你見法身先如法修行, 以六道萬行的功德去莊嚴, 這個素食的素, 而令他有色彩現成的功德發身, 所以將來布申佛, 這個盧世羅佛就是這樣演出來的, 所以這個素發身, 正如這個畫的時間需要那張畫紙, 這個修六道萬行, 菩薩的六波羅蜜 就是等於這個畫筆以及色彩, 這個繪製的時間, 這種心思,這種功夫就是你修行時的努力, 就是有這個代表的, 所以你未曾見性, 你不可以成佛, 見到這個素發身, 你如法修行就可以成佛了, 就是這樣解釋的, 所以見性成佛是指你見性之後如法修行, 直接走上菩提路, 走上修行的第一步, 不是當下立刻, 就是現前佛, 你是未來佛, 你是未成佛的, 由此講到這個立義, 意義的意義, 這個教學對於解釋, 這個所謂教學, 佛教學術語講教學, 即是佛教的道理所講的, 是很重要的, 三種之中顯示這個正義, 對峙邪執, 以及這個分別法, 去道上, 所謂顯示正義, 即是講明心性的原理, 顯示什麼正義呢, 什麼正確的意義呢, 就是我們的心性的道理, 一直眾生都有佛性, 這個是心性, 我們先講明這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這個心性的時候, 你怎麼修行呢, 那時候人死了之後就沒有這個心性, 不是的, 人死是那個肉身, 那種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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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生幻滅, 這個心性是常傳的, 是不會因為你死亡而消失的, 如果人死如燈滅的時間, 什麼都沒有的時間來講, 就怎麼有輪迴這個事實呢, 所以那個幻相消失, 但是人家的身形是在這裏, 這個發生了, 你看這個心性的形在這裏, 譬如你晚上走路, 你走到燈下面, 你看到燈下面出了你的影, 但當你走到黑暗的地方, 或者這個燈明不照到你們, 不是說你的身影離開了你的身體, 而是它沒有隨著這個機緣而現出來的意思, 那個影沒有離開那個影, 所以形影不利就是這樣解釋的, 只不過它現不現的意思而已, 所以我們的身體的生老病死, 現生在人來生或者前生都是不同的身相, 都是等於這個影而已, 是沒有離開我們自己這個心性, 是隨業緣變現不同的身相的意思而已, 所以站在佛教裏面, 在佛教裏面來說, 沒有所謂這個生死的實有, 生死, 生與死是屬於患有, 由於它是患有, 所以因為修行可以將生死滅, 達到不生不滅, 這個永常的境界, 如果生死是實有的時間, 任何眾生修行都不會成佛的, 由於這麼多眾生修行愈化成佛, 證明生死是患有, 它不是實有, 但患有的生死, 帶給你患有的生命病死苦, 是無共無盡的, 所以變成了要將生死滅, 這樣的時間這次就修行了, 所以這個心性的原理就是這個體大, 這個體大, 上大, 以及用大, 所以, 異說這個立義份, 次說這個解釋份, 講這個解釋的道理, 第一是顯示正義, 所以未來這個論文之中有詳細的深入解釋, 第二是對峙執, 講到這個斜執, 這個斜是相對於正, 正的反就是邪, 正就是善, 邪就是不善的, 所以如果你查這個善的解釋, 信理就為善, 逆理就為惡, 即是你能夠信著這個理, 本來講這個天理其實就是因果的善, 逆理呢, 違背這個真理就是惡, 所以, 何謂是順理, 逆理呢, 簡單的說話, 不需要講這個長篇大論, 即是泥水佬做門, 過得自己過得人, 你是一個泥水工人, 你又開過門了, 這個門小到來, 你自己都行不過, 你怎麼希望人家能夠通過呢, 即是這個世俗的道理講出了一件事情, 你能不能夠這樣做法呢, 你自己希望能夠穿得溫暖, 吃得飽肚, 為什麼你希望人家不能夠溫飽呢, 你自己就希望能夠身體健康無病無通, 為什麼你要折磨對方, 令到對方受那麼多的痛苦呢, 要殺傷對方呢, 你能不能夠正所謂將心比己, 將你自己放在別人的環境裏面, 你這樣對別人, 你願不願意別人用相同的方法對你自己呢, 這個不是因果呢, 是最公道的, 所以變成了邪執就是不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不明白這個道理, 萬事都以我為主, 我要你生你就生, 我要你死就死, 我要怎樣做, 我不會理你的感受, 這些就是不好的, 所以佛教說, 一切邪執都不理過我, 那時候來講邪執就是我了, 所以佛教任何修行的行門, 所以說佛教任呢, 唸阿彌陀佛 這叫喻阿彌陀佛, 不要念我, 唸觀音菩薩, 唸觀音菩薩叫你不要念我, 唸地藏菩薩叫你不要念我, 唸釋迦無尼佛叫你不要念我, 唸釋迦無尼佛叫你不要念我, 唸經叫你不要念我, 詞咒叫你遲咒叫你不要遲我, 拜佛叫你拜佛叫你拜佛, 不是叫你拜佛, 那全部都是從破我那方面來做功夫嘛, 西佛教說 打禪七 打佛七 禪七七日參禪 佛七七日念阿彌陀佛 為什麼說七字呢? 佛教說七字就等於我們將未來講到第七的末羅式 這個末羅式是執我 執得最厲害的 你不打除這個末羅式對那個我執著的時間 修行無有成就 當然你凡夫打佛七好 打禪七好 都未必能夠真正見到這個功夫能夠打死這個第七色 對我執惑作用 但起碼在這個和大眾一起修行的時間 大眾一起拜佛你就一起拜了 你不要大家拜你站在那裡 大眾一起擾佛的時間 你不要一起擾佛 你就故意坐在那裡 所以你要隨眾 就是說不要執著我的 大家這樣做你就這樣做 追隨著這個法師 追隨偉羅法師去唱頌 不要自己故意令立康口 自己故意行動 就不要這樣做 就是你放下一個我這樣解釋 所以叫做大七 就是這樣解釋 第七這個末羅式 都是從這個去除那個我執的作用去做 所以由此 就是說對著邪執不離個我 對著邪執呢 是從見解方面去講的 從見解方面執著有我 就將自己的感受放在最先 將別人的感受放在最後 不會理會別人的 世俗講的叫做自私自利 自我為主 那時候 生起了這個病態 那時候來講 就有各種無名的病 所以是需要佛教的法藥對峙 你說這個對峙執 這個對峙執呢 就是我執呢 未來講到就講這個人我執 以法我執 這兩樣都是未來喜訊論會詳細講的 這個就對著邪執了 所以我告訴大家 世界上最惡的鬼不是在外面 外面你 有什麼鬼都好 你唸大悲咒 唸廣東菩薩 他就走都走不及了 但是有隻鬼呢 你唸菩薩也未必趕到他走 哪隻鬼呀 就是你疑心生那隻暗鬼 你自己的心魔 你有心魔 所以你不信觀念菩薩 你怎麼唸觀念菩薩 你心魔 你不信阿彌陀佛 還旁念阿彌陀佛 旁念佛法門 你怎麼唸阿彌陀佛 你有心魔 你不肯信佛 你認為佛教是迷信的 你怎麼相信佛教 所以世界上最多人敢魔鬼 不是你身體以外那些 是你自己疑心生那隻暗鬼 就是從你無名的業障所產生的 所以我告訴大家 這個任何世界上 世間的學術好 事業好 公分位積 各種成就的人 都是首先 是從自己方面努力去做到 他不是靠外面的 你都可以有自己的能力去表現 那種成就出來 修行來說 怎麼能夠不在心內做功夫呢 所以最多人怕 就是自己這個心魔 這個異心生暗鬼 人家說我怎麼會有鬼啊 所以有些人說 半夜三更起床 睡眼睜鬆 洗手間去小解 開了一陣燈 看著鏡子 眼睜睜看著 就是自己的鏡子上來 自己看著自己的樣子 笑起來自己的樣子 好像見鬼一樣 為什麼就是這樣 夜晚走路的時間 明明好好的 突然間 為什麼好些腳步聲 自己腳步聲就嚇分自己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大家 這些是我自己的小小經驗 和大家分享 幾十年以前 我在小哥的時間 在新界沙田排洛坑住 在香港 新界沙田排洛坑 在火力站一邊走上山 二十多分鐘回家 好像晚上深夜 我都走回去 讀完書 或者下班走回去 一邊走的時間 那條山路很靜 一邊走的時間 腳步聲 一邊走一步 唸一句阿彌陀佛佛 走一句唸一句阿彌陀佛 都不知道多好 幾十年了 我現在都是這樣 我家上樓梯樓梯 都有步步樓梯唸阿彌陀佛 最好是怎樣 肯定不會跌心 明白嗎 有份力加持 每一步我都唸阿彌陀佛 一步唸一句阿彌陀佛 四個字 那時候是很好的 所以 如果你不聽佛號 不聽心中佛號 你就聽到自己腳步 聽一聽一下 你就怕到有鬼跟著你 一句佛號 句句佛號 句句阿彌陀佛 有鬼跟著你 就跟我一起唸阿彌陀佛 整個護法人 對不對 所以重新告訴大家 不要以為唸佛就會引鬼 你不唸佛 就要到處打鬼 你唸佛的時間 到處都是善鬼 都是護持你的 你不唸佛的時間 到處都是惡鬼會害你的 不要以為說 唸佛 開唸佛機 引鬼 種地藏經 引鬼 這些傻鬼說的話 告訴你 我想我自己做禮證 告訴你 幾十年喜歡唸阿彌陀佛 家裡整個放唸佛機 不要放唸佛機引鬼 引什麼鬼 放唸佛機 整個放 半隻鬼都沒見過 半隻鬼都沒見過 怎麼聽傻人說話 網紅 找點激率 遠不驚人 勢不憂 所以我記得當年在沙田住的時候 小哥回學 你知道是冬天的時間 六點了 天啊 黑齊 那條山道很黑 那時候見到外界人 師父當然見見 阿彌陀佛 但是當時已經開始想學佛 但是沒有緣分 有時遇到外界人 那些不是講經說法 我只記得問一位師父 師父說 阿彌陀佛和釋迦迷佛有什麼不同 因為過去法 因為現在法 我又不知道 然後問他 師父說 你們去殯儀館 去座念之後 晚上回來 回到沙田 乘火車走到山路很黑 那你怎樣 一路唸阿彌陀佛 一路唸阿彌陀佛 有人說 如果你走夜路 或者山路 一個人走 後面突然有人叫你的名字 你不要回應 是不是不要回應呢 其實這個有理由 為什麼呢 有些鬼靈眾生 他是惡心腸 你一回應 他回應 他回應 習慣了 那你回應 你怎樣搞呢 你怎樣搞呢 我沒錯 走路好 誰可以走山路 有人叫我 你叫我 連著我便講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不一定唸出山 你的心都可以 明白什麽嗎?百無禁忌 如果走夜路、山路、一路走一條路 7月14日周圍燒那些溪錢、燒衣、元寶灰 周圍飛都未能散,最多經驗走一路 百無禁忌,什麽事都沒有,就是一句阿彌陀佛 入口念三愁大悲酒,走一條山路 日文回來,整個念阿彌陀佛,都不知多舒服 好了,所以對峙汁,一切斜汁就加依一個我字 將它再分,就分人我見,如果是法我見,就叫做我執和法執 未來會深入講 生起種種不正確的理解,那種病態 那種思想的扭曲叫做病態 思想都扭曲了,你所說的說話怎會正確呢? 你的行為怎會正確呢?就叫做病態了 這種病呢,藥房沒有藥醫的,去醫院都沒有得醫的 是靠宗教方面,佛法 所以就講了,至於第三呢,講到這個納義分 第三就叫做法趣度相,或者叫做分別法趣度相 這個是指示收到的各種方法 整部大成喜訊論的綱要全部包含了在這個顯示正義 第二,對峙執以及分別法趣度相,這三點 不是喜訊論的,未來有深入的發揮 那,講到這裏呢,我首先就是 開始引起資料跟大家去講解 好了,講到顯示正義 首先,要將一部喜訊論的正確,佛教的意義去發揮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理解佛的智慧 你能夠理解余法修行就是你自己的智慧 那就是言教嘛 適當年在世的時間,他應生在世,用說話去講這個說法 正所如來一音演說法,眾生除女各得解 隨著眾生本身的激情去理解 你看一下,當年適當無來佛講經的時候 二千多三千年前,當時沒有這個麥克風 沒有這個抗音器 佛在那裏講,為何數以千萬億萬的人都聽到說話 為何呢? 這個是佛的神通妙用 那時候,用言教去講說話 而言語將它記載於這個紙張上,成為這個經典 而佛在世時間,當時印度未曾有紙張 有一種叫貝葉,叫貝多羅葉 這個稱為貝葉經 這種葉本身是比較厚,比較硬 如法將它剪出來,收拾好 可以在上面用黑刀,可以刻一些字上 以前印度也沒有筆,沒有筆沒有筆 就用黑刀,刻一些字上去 這塊貝多羅葉,簡稱叫貝葉,叫貝葉經 後來就有文字記載 即是有筆墨的記載,我們今天有佛經 所以這個語言的語字 我們中文來講,這個語言的語字左邊是言字邊的 就是我們,是我們的言語,我們的說話 這個道理很重要 我記得當年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讀中文中學 當時有一位國文老師叫做鄭金榮老師 我很讚嘆 鄭金榮老師,他當年有一句話 我還記得 他講到這個語我者不思也這個道理 這六個字 什麼叫語我者不思也呢 這個語字呢,作動詞解 即是說,跟我說話的人,是我的老師 叫語我者不思也 這個道理是很好的 其實是講出這個言教 即是說他提醒我,他提點我 所以這個語字是指教界的意思 換句話說,很多時候我們做事 當局者迷 我們不知道人家善意提點我們,我們要多謝 所以語我者不思也 而佛是覺者,我們是迷惠眾生,是迷者 佛就講出了生死輪迴的可怕,它的原因是什麼 教我們怎樣能夠了解這個生死輪迴的方法 讓我們修行 所以我們聽聞佛的經教道理 就得到一種智慧叫做文慧 所以這個文字很微妙 我們說,我們中國言語文字就是八面玲珠 聽聞的文字,即新聞的文字 是不是那個門字裡面有一個耳朵 即是說我們用耳朵作為學習的門徑 就叫做文慧 如果你有耳朵 平時喜歡聽人愛是非 都不肯好一點聽佛經的道理 這樣的時間你就殺了這對意 所以無論佛經裡面用什麼方法表達 都希望我們能夠開智慧 所以佛菩薩用信化液化的方法 佛菩薩用信化液化的方法 都在佛經裡面記載 用正反的教授方式都是屬於教材 都希望我們能夠明白因果的道理 所以寧言經說到這個信譯皆方便這個道理 方便去導化不同種類的眾生 這樣說法 所以如我井不思有 所以由此就是告訴大家 顯示正義 這個萬幾次 以中文字講 《大成喜信》有萬幾次的研究 所以正如寧言經說到 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陰文 欲取沙摩地實以民中入 此方真教體的真教體 施行教化宣揚佛法 最好的方式就是清淨在陰文 能夠借助這個音聲 將佛法去展述 眾生能夠聽到佛法的道理 令到心清淨修行 所以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陰文 欲取三個地,如果你想成就首領嚴望大定,實以民眾入 你應該從聽聞佛法方面開始 你不想成就首領嚴望大定,也不要緊 你能夠正確去文詞佛法的時間來講 就能夠知道修行那種尺度,知道怎樣去做 人很奇怪 你說,你經常吃這麼多肉,我煮一下素食,煮一下齋 我不會煮齋的 這句話是天下最大的謊言之中的謊言 你湯雞、撒鴨、煮海鮮,又炆又蒸又燉,你甚麼都懂 拿煮水煮一棵菜都不會煮,那就是這樣說 很多人說,我不懂煮素,我不懂煮齋,只懂煮肉 這是借口 湯雞、撒鴨,搞這麼多事情,你都懂煮 所以,世上很奇怪,很多人,你跟他說甚麼都沒用 所以,佛道眾生的時間,有種方法是不出聲 你越說越不聽,你越說越不聽你說 因為有些人的性格就是,天生就不會接受人家的意見 不聽的 我聽你的意見,就是我比你蠢 我聽你的意見,就是你比我厲害 我聽你的意見,就是你比我聰明 表示我不懂事 我告訴大家,不講佛經,不講其他佛菩薩 孔子是瑜伽的世間聖人,最有代表 孔子就是不似夏文 所以才成為我們瑜伽最代表的一位大學者 不似夏文 孔子不懂耕田向農夫請教,不懂職部向職女請教 甚麼都學,做到佛學到佛 是一個我們中國偉大的學者 你是誰?你是一個孔子嗎? 可以不用問嗎? 沒可能這樣做法 所以變成,不要講學佛了 你學兜牧,也要虛心點學過兜牧師傅 你學水泥,學建築也好 你學水泥師傅,不似夏文 所以有師徒,有師生,老師和學生的分別 如果你說甚麼都不靠人的 人都無求,品質高了 你甚麼都不靠,你的品質高到哪裡呢? 牙痛,也要求人給你一粒羊 不舒服,希望別人給你一粒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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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你一粒羊 不要說人都無求,品質高 人都無求,品質高這個是理想 但是要達到這個理想 是要經過很多的努力 與佛教兩者叫做修行 有哪個人在這個世界可以說自己無求? 你臨上三天不吃飯,你就求一碗飯 三天不喝水?你希望有一杯水喝 求人給你一杯水喝 無求,為甚麼要醫療保險? 你有病,你要求醫生 為甚麼你要買房屋保險? 怕火險?有事的時間,希望有保險 無求?人都無求,品質高 這個說話是理想 是每個人的理想 不是你自己已經達到這個理想 而認為自己甚麼都不用學 所以,此方真教體,清靜在陰文 換句話說,證如我們本身是佛弟子 我們都要向經教方面學 與我者吾斯也 佛在經教,菩薩在經教 這些祖師,各位大德在經教開示 我們是我們的老師 所以我們首先要有一個謙下的心 才能夠學到東西 而,講到這個 另外,講到這個 顯示正義 我首先在這方面 儘量喝多一點說顯示正義 對字邪則,一生 其他人再次補充 講到這個顯示正義 就是我們要佛教道理講到 菩薩是為了要將佛教道理 是教化眾生 首先自己學習佛法道理 首先自己得到佛法的利益 叫做自利 自己得到佛法的好處 然後把道理是利他 利益他人 佛教的菩薩 自利利他不是自私自利 他是自己充實自己 而將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人 可以舉個例子 譬如你想去戰區救災 你要揹著很重的食物用具 你首先要吃飽肚 有力量 你才可以揹著這麼重的物資 去給人 如果你自己餓到差不多死 就是躺著動不了 你怎麼可以揹著這些物資 去救救其他人呢 所以你自己要好好有精神體力 你才可以揹著重的物資 去救災救冷 所以你充實自己 很幫助人家 所以這個不是自私自利 所以先改自己 再改他人 這個當然是一個原則 但我們是否立即改到自己 現做所有的錯 未必可以這樣做 我們是凡夫 但起碼我們向這方面去進取 已經開始了 所以真為人私 要做到這件事 將利益卡仁這件事 首先自己盡量做到好 正如你見到當前 是一瓶很好的香薰 這個很好的香薰 很香的 香薰 首先自薰 才能夠薰人 如果這瓶香薰 自己都不是香 不能夠自 令自己香的時間 怎麼會令其他地方香 是不是香薰 首先薰自己 然後才薰人 所以菩薩也是這樣講 這個道理 所以呢 也不離這個正義 用這個道理 令自己明白 再幫人 讓人開解 知道這個道理 另外 在世俗裏面有一個說話 叫做危機意識 這個 我們 不要講學佛 世間上都是 我們做人 都應該有一個危機意識 什麼叫做危機意識 第一 我們不要有害人的心 第二 要有防人的心 所以古德都講到 這個算人之心 就不可有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是防人之心 就不可無 我們不防人的 我們對人好就行了 錯 你是父母的兒子 父母的女兒 你自己都不好 你保護自己 你怎麼孝順父母 照顧父母呢 所以你自己都不能夠保護自己 怎麼保護自己的妻兒呢 所以 不是要害人 不要害人 但是你要有一種防人的心 這樣才不會 因為 自己受害 令到全家都受害 所以 這個算是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 這個危機意識很重要 你作為這個 開車的司機 以及這個 不懂得開車 行路的途人 你都有危機意識 你開車沒有危機意識 所以你很容易會橫衝直撞 搞出交通意外 自己會受到殺傷 也都令人受到殺傷 你即使你不開車 你過馬路也要有危機意識 看紅綠燈 即使是 你對著綠燈 你過馬路也要小心 兩邊有人 有車重控燈 所以這個危機意識 所以無論是懂得開車 不懂得開車 你也要有危機意識 無論你是做什麼事 你也要有危機意識 時子也要有危機意識 所以世間也叫做危機意識 佛教也叫做無常之苦 在這個人世間 我們做人平常生活 有危機意識 才可以安全地生活 在佛教裏面 就要明白有這個無常之苦 無常 即任何事情都會有的情況 佛教說阿彌陀佛這個極樂世界 是無誘眾苦但受諸樂 沽明極樂 阿彌陀佛講得很清楚 釋迦牟尼佛金口所講的 但問題呢 人世間 就沒有極樂世界 就落極生悲 落極生悲 剛剛相反了 很多時候 你失了態 失了形 突然間 你沒有了危機意識 就可能有 又再壓 又痛苦 所以 無論 世俗所講的危機意識也好 危機意識也好 或者佛教所講的 這個無常之苦 這個道理也好 都希望大家能夠步步為營 而絲毫不久 所以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你能夠做到大世之菩薩 在寧言經講的靜念相繼 嘗試念佛當然最好 如果不是時間 你都嘗試深存正義 好好的 在經教方面 用功 都一樣好的 所以 要了解到這個道理 所以 在佛教裡面 你會看到一個很常見的情況 早上去到道場 在寧言見到師父 阿彌陀佛 你不用講早晨 拜完佛 法會走 阿菲完了 就回家 離開道場的時間 你不用講再見 對師父說阿彌陀佛 就走了 人家送禮物給你阿彌陀佛 人家幫你阿彌陀佛 全部用阿彌陀佛 代替這個基本禮貌 就是講到這個危機意識 就是了解到這個無常之苦 所以 這個生死 在哪裏呢 生命在哪裏呢 生命在呼吸之間 噴出一口氣 你不可以吸分第二口氣 那就叫做死亡 所以上次都了解了一個危機意識 這個無常之苦 那時候來講 練佛 練佛 功夫純熟 就是指貫 這個未來起信論所講的 當然我們到時都會深入跟大家講解這個道理 所以這個就是顯示正義 也都是喜信論所講的這個道理 那 今次再講到 以另一個角度講到這個顯示正義 就是講到這個通 用這個通字解釋 很多時候 這個 現在網絡發達 正如是科技先進 隨時拿手指一按 世界各地什麼都看 但問題是這個時間 反而很多人 是炫耀神通 炫耀邪思邪想 神通這件事是世間上有的東西 但問題是你用得不得其法的時間 就會害人害物的 所以你是大門大路 跟人講經說法 相對之下沒有什麼人喜歡聽的 但是你說鬼 講神通 很多人喜歡聽 所以人的好奇心 就是人的覺性 不能夠善用 就不是正覺 就是邪覺 所以 神通 每個人都希望有神通 我問你 這麼多講神通的網回 或者請上網嘉賓講神通 有誰能夠在觀眾前面表演神通 離地升起 穿牆破壁 不知道要借助其他物品 不是玩法術的掩眼法 神通 每個人都炫耀神通 直言暗語 講了自己有神通 收人錢 收人禮事 說幫人捉鬼 神通 當年有個講神通的人 就讓我玩到他暈了 講他逐點 隔著電話說 表示自己有神通 當時我在香港中環 撲電炸街 在寫字樓 對方就在尖沙咀 在九龍那邊 打電話來 暗示口神通 說你有神通 你知道神通有哪幾種嗎 我不知道 神通有天眼通 很遠的地方可以看到 天意通 很遠的地方可以聽到 不是借助電話那些 他心通 別人想什麼你知道 宿命通 別人的前生 你知道 神通能夠在很短時間 去到很遠的地方 不是左波戰 靠自己的能力 劉淳通 劉淳的寫煩惱 有神通 我在台前的杯 裡面有半杯水 還是一杯水 他說 你台前有一杯水 我對不起 我台前沒有杯沒有水 證明你沒有錢簡通 我心想什麼 你當然想著我很傻 我這樣也猜不到 說不到 我不是說你很傻 我只是說你很可憐 你沒有他心通 神通 一試就試了你 不行 又要不通 所以 神通這件事 在佛經裡面 就是禁忌的 佛教不會叫人去收神通 因為神通 如果沒有智慧去駕馭 就是等於無牌駕駛 隨時撞死人 隨時自己的車位身亡 你沒有正確的駕駛 訓練的時間 你自己怎麼可以駕駛 所以你不會用智慧 沒有正確的智慧去駕馭 這個神通 等於你無牌駕駛 很容易撞死人 自己也不理解 我這個 是《世間法》的道理 和你解釋 所以 釋交迷法 觀音菩薩 地中菩薩 都不會駕馭神通 但是你好些 眾經 持咒 念佛 禮佛 慢慢的神通會現前 到時你有智慧 就控制你的神通 就不會亂用 知道因果 所以 神通不容易求 神 不是人 不求神通 求什麼 求人通 喂 神通 我聽過 有人通 什麼叫人通 神通 你們有沒有聽過人通 神通 你就不要求了 愚法修行 你會有 神通是修行的副產品 即是你炒碟菜 自然有汁 但你不會愚蠢到炒完菜 有汁之後 拿汁撈份 倒那些菜 在垃圾桶 你是吃菜 那些汁可以怎樣 可以用 但問題最主要是吃菜 不是撈汁 所以神通是修行的副產品 最主要是修行的戒定毀滅 你的貪真痴 這個道理 所以 大家都希望神通 不知道我們的人 都可以有人通 什麼叫人通 雖無神通 尚有人通 精進不停 就是人通 你能夠如法 將佛教道理學習 將它扶於實踐 而精進 什麼叫精進 分廟都不要浪費 這就叫人通 這個人能夠做的 人能夠做 為什麼呢 似乎好像荒謬一些 為什麼要人通 你是不是當年努力讀書 所以有今天的學術成就 你是不是當年好好的去學廚 今天才煮到美好菜給人吃 你是不是當年好好的去打網球 今天才做到網球教練 你是不是游到水 健身 學很多東西 你今天才做到這個游泳請力圓 世界上任何都是 你做律師好 你做醫生好 你做建築師好 你做文學家好 什麼都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那才有今天的成就 這個就是精進不停 但是這個精進不停 你在世間方面 有世界的成就 世間學術的成就 世間科技的成就 世間事業的成就 但是道業呢 什麼樣是靠精進 這個就是人通 所以其實你求神通 為什麼你不求人通呢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這裡也講出正義 未來的喜訊論 講出這個正義 顯示正義 在這方面有深入的發揮 好了 那就對峙執了 剛才也是粗略講到 一切的峙執加以我見 人我見 以及法我見 那是有問題的 那是有問題的 我們中國有本古書叫做《魏書》 《魏國的魏》 《魏書》裡面有兩句說話 它說 驗熱、焦、酷、人物、同、水 有八個字而已 驗熱 原來溫國也是屬於夏天 都很熱 香港更加熱 我知道 驗熱 驗字是兩個火 火上加火 熱字下面四點水都是火 焦、酷、酷 很熱 人物同水 這個水字就是潮水的水 意思是衰弱不振的意思 就是說驗熱 教學人物同水 人物同水 熱到都不想做事 又累 其實說了五族樂勢的熱魯 佛教說的烦魯 令到我們心不定 而身心都受到痛苦 嚴熱是不好 所以說了五族樂勢的長熱 令到眾生不自在 而滅發連佛經說這個火雜魚 著火的屋 一路焚燒的時間 人們要離開 要逃離這個火雜 要離開 所以煩老魚跟熱魯一樣 佛教說的是熱魯 為何我們參加佛教法會 好殊聖 有個南無清涼地菩薩摩可薩 有沒有中過這個 清涼地菩薩摩可薩 菩薩就是各個眾生 各有情 摩可薩就是大菩薩 清涼地菩薩就是大菩薩 我們希望像菩薩一樣追隨諸佛 能夠上去佛學 心地能夠清涼 無由這個煩老業障的熱魯 所以能夠在這個安泰的心態好地修行 所以眾府交戰 如同身處著火的屋 這個火雜 我們要離開 講到這個邪汁的熱魯 原來來自個我字 一切的我汁就是這個煩老 人我見 法我見 而在這裏 當年 我引了一段資訊跟大家說 這個呢 是 我們中國一個古人 你查我們中國 二十四史歷史 宋史 宋朝的歷史 王爭 有一個人的名字叫王爭 宋史 王爭轉 這個王的三鑊 王爭呢 姓爭的爭 其實就是兩點 這個王爭是宋朝人 他這個 在當年 在宋朝的時間 他在我們中國青州 就發解 去到這個南省 然後 後來發解 這個法 發現的法 解 解釋的解 這個法解是一個特別的名詞 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唐朝宋朝 即唐宋期間 凡是應共舉者 就由所在的周縣 發遣解宋 去到這個京師 就為之發解了 即是說 參加這個科舉 是吧 那些叫做法解 這個王爭呢 在宋朝的時間 由青州 就發解 去到這個南省 這個 停市街首冠 正所謂中壯院 那時間呢 當時呢 郭子儀 一位大臣 我講錯 補充 劉子儀 不是郭子儀 劉子儀 姓劉的 他當年的大臣 是當時朝廷的漢林學士 即是本身呢 是很有 這個 學問的 那他呢 就 對這個新狀元 王爭呢 就 講了個笑 誰知道被王爭 扯回他轉頭 王爭是狀元 只不過有狀元才 那當時劉子儀呢 是漢林學士 就 就好像講笑一樣 就對 狀元狼 對 王爭 就說 狀元 試三場 經過三次的考試 一生 吃 著 不盡 你從此 一世 吃 又不憂 衣著又不憂 衣食 都不憂 就是 你有無盡 好吃的東西給你吃 有很多漂亮衣服給你穿 一生吃著不准 吃著不准 就是你中了狀元自然 不然 皇帝呀 這個 宰相呀 朝臣呀 很多的大理神 都希望自己 能夠做到 做到你的 你的外父 希望 把女兒嫁給你 那你就有才有勢 所以一生吃著不准 當時 王爭 突然間 她的顏色 她的面色非常之 很 很 很 凝重 這樣對 劉子儀就說了 她說 王爭自己稱自己 她說平生之次 我生平我的志向 不再溫飽 我不是希望我能夠 穿得亂 以後吃得飽 這個說話來說 我相信你在現世都沒有聽過 人這麼說過 喂 為什麼你要送兒子去外國讀書 為什麼要他讀律師 做醫生 等等 嘿 希望他將來 有前途 這個前途 如果你將他解作前後的前 就沒有所謂 如果金錢的前 那就不要了 有前途 是不是 希望他將來 能夠 飛黃騰達 飛黃騰達 是好的 如果你做阿飛的皇 做阿飛仔皇帝 那當然不好 我開玩笑 希望他將來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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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父母對子女的期望 絕對沒有錯 但問題是你應該希望他做一個好人 如果不是時間 一生吃喝不盡的時間 你只是著重 衣食住行 這些 這麼表面的事情 是不對的 不是叫你餓死 不是這樣的說法 但問題是 你看看 人家當年的狀元狼 黃曾 尚者說出 曾 也說出自己 黃曾 平生之志 我生平我的志趣 視心為止 不再溫飽 我不是希望我能夠 穿得暖 以及吃得飽 就算數的 所以一生在我不盡 這句話 在你查池海都有 這句話很好 就是來自宋朝 宋史 宋朝歷史的黃曾傳 即是說 有這個節氣的大禹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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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得養的這些偉大的讀書人 都尚者是這樣 何況 講到這個 佛門裡面的行者的修行人 所以講到這個 這個 高峰兩節 做人要有這個氣節 高峰兩節 你看看 今天的 讀書求學問的人 有多少人能夠 有 這個 黃曾那種 的 自趣 能夠說出這種話呢 所以 圍觀的人 有多少人能夠做到這樣 所以 由此 如果你真正正正 你是為了 你讀書 是為了充實自己 而利益 社會 利益國家 利益人民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為了 將來賺多點錢 買蛋糕 炸靚車 得到好的淒財美眷 能夠有榮華富貴 這種思想來說 當年 這個狀元公 給你一個說話 就等於掛了你一巴掌 所以 我們佛教出街的人很慈悲 正式收容的人很慈悲 知道要食傳五官 吃飯前 吃飯的時間 都要想自己有沒有資格吃當前這碗飯 所以 由此 告訴大家 喜遜論顯示正義 對峙汁 希望我們能有政見 我們明白 生活能夠溫飽自不然好 但這個 不是我們人生的唯一目標 你能夠溫飽生活 你有沒有有正確的志向 去做利己理人的事 以佛教道說 學菩薩治理理他 有沒有這樣的做法呢 好了 我們接著再看看這個道理 這個分別法趣道上 分別法趣道上 就是未來的喜遜論會分別詳細 去講出了如何修行 原來發心 如何如何 怎樣去向這個修行 這個道業 這種情況 分別法趣道上 那就是說 這個 有人說 喂 喜遜論這麼深 現在都沒講到這麼多 我都覺得很難明白 那不容易做 我們未聽完喜遜論 怎麼修行 那又不是的 馬明菩薩甚至教大家 如果你嫌止冠如法去做 不容易 你可以唸阿彌陀佛 都是等於止冠 這個 唸阿彌陀佛能夠 指釋妄念 就是止 唸阿彌陀佛能夠 心清氣朗 就是冠 所以無念念真如 就從這個 唸阿彌陀佛 這功夫演出來 當年有一位居士在世 我在接港學班的時間 他問了我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當時我也這麼回答他 我記得 那這位居士 就跟我說 陳居士 我已經接觸佛教 我學了佛已經四年了 我覺得 我們應該多點唸佛經的計種 不需要唸太多阿彌陀佛的 唸阿彌陀佛 唸阿彌陀佛經常唸 好像沒什麼意思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學了四年佛 你都講出這樣的說話 證明你根本 你沒有好好的理解經文道理 我跟他說 我接觸佛教幾十年 六祖壇經 整三十段經 我都可以唸得出 今晚經五千多次 我都可以唸得出 但問題是 我都主力唸阿彌陀佛 我是講經的居士 我在經教我都要用功 但問題是 我上次唸阿彌陀佛為主 然後我說 人生到最後 你值得一分鐘 一分鐘六十秒之後 你就斷氣了 到時你唸這部經 你唸得哪一段經 你求生淨土 你是不是唸阿彌陀佛 很簡單的道理 你在香港 說明是來加拿大玩 去玩一個月 你當然是帶加幣的 你是不是港幣 你都要換加幣過來用 是不是這樣說 帶美金過來 你來到機場 再換加幣 你就會洩會水 等於我回香港的時間 我回香港 我們換港幣 就是這樣做法 當然 你說唸觀音菩薩 唸正恩菩薩 唸大乘經典回向淨土 一樣可以 但你最直接就是唸阿彌陀佛 你會不會唸大乘經典的時間 你當時臨終最後的沙 六十秒 那一分鐘 你突然間唸經 你又沒有求生淨土 這個時間 你的福會有 但問題是否一定要去淨土 你平時的願力 是否這麼強 但是唸阿彌陀佛 一定會去淨土 你只要發言 相信 相信願行 就可以了 所以我也說 我正是一個講經居士 我大膽講 唸奏 唸經 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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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說這個道理,聰明不敵相死,所以不要想創心,不要想創肺 好了,由此則說,《未來起信論》講到這個分別法取道上,最後都回歸念阿彌陀佛 所以平時你說,《未來起信論》這麼深,怎麼修行呢? 我用《體人法師》的道理給你解釋 《體人法師》這兩個說話,在世成時開示人說的 《為佛是念,為淨土是歸》,這就是人生最好的目標 《為佛是念,為淨土是歸》,《為淨土是歸》,《為淨土是歸》,《為淨土是歸》 我清表德是歸說,我很讚嘆 其實,如果把這2句,可以了別此方法 由於另一個角度來想表述 要還有一個方法ibτ 掛閒事不如記經教 我們世界上很多事情都要做 但是是否這麼重要呢 我們自己未來的生死是否更重要呢 所以我們自己有健康的身心 也尚且以佛教治理 以佛教利他 參與社會幫助人 但是也多時念佛 嘗試念佛 這個時間跟未來的馬明菩薩在《喜倫論》講到的分別 發出道理的相混合 所以即使你現在未曾聽《喜倫論》的資料 或者你有看過你未明白 你也要記住當下多點念阿彌陀佛 好了 另外 亦都有這個情況 當年有人向印鋼法師請問 他說 我很怕死 但我始終會死 那怎麼辦呢 我始終臨終 我都害怕 那怎麼辦呢 印鋼法師教他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也是《喜倫論》未來講到的 我首先講給大家聽 印鋼法師說 如果到你臨終的時候 你就要記住 告訴自己聽 我現在已經死了 你怕死 你說自己死了 只不過我現在念佛等阿彌陀佛來接我去正道 你就不再怕死了 我重申 印鋼法師 正道中第十三組 連中十三組講到 在你臨終的時候 如果你還是怕死亡 這是很正常的 告訴自己聽 我現在已經斷氣了 只不過我繼續念阿彌陀佛 我求阿彌陀佛接我去正道 你就不用怕 明白這個道理嗎 印鋼法師講 那時候 講了這個神淒淒這個道理 我們將息神 已經淒息 在這個阿彌陀佛的西方教育世界的正道 將這個息神 我們自己想念自己的息神 世俗所講的這個靈魂 已經是淒息了在這個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 這個永脫淪迴的正道 所以神淒正道 即是事修 念之在之 念之在之 就是知者此也 所以 印鋼法師講過 念佛 就是念佛境界 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 就是佛的境界 所以講到這個道理 換句話說 佛後在心 這個 做事在手 心不停 手不停 你做事也都不愛 念阿彌陀佛 所以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聖一法師 當年在世的時間 他講過一句說話 我還記得 他說你念佛好的時候 你做事也好 聖一法師說 你能夠念佛好 你做事也會好 念佛不會妨礙你做事 念佛怎麼會妨礙你做事 反而你能夠念佛的時間 你做事更加清醒更加好 那個叫神 妻靜島 平時的心神意識 已經是妻性在靜島 好了 那時候 再講 這個分別 法罪道上 希望我們 能夠依照佛的指引 去向菩提大道 但是 去向菩提大道 你首先要放棄一些東西 人世間在世 我們一日正常人 無論是貧賤富貴 都只有24小時 你不會多分 月入少秒 都是24小時 但是問你 你怎麼投資在這24小時裡面 所以 這個現代術語很著重排毒 美容 可以排毒 令人抗氧化 身體健康 看起來年輕漂亮 一個人都想 所以要排毒 無論你站在健康也好 站在美容也好 那麼這個排毒跟法罪道上有什麼分別呢 為什麼要說出來呢 原來排毒 就是一般世俗都說的 我們佛教的排毒 就要排除什麼毒呢 排除什麼毒 我們排除這個貪真痴的三毒 一切輪迴生事 因為貪真痴 對事物的貪戀 不必要的那種貪求 對事物 產生那種憤恨的那種心態 叫做珍愧 不明白因果的意思 這三種是毒 我們要排毒 排毒就是燒業 燒除了業務業障 燒業就是真正的排毒 很多人喜歡增值 我回到香港 我拿著八達通去哪個旅遊景點 又可以增加多少錢 去哪個旅遊怎麼增值 我的外幣 怎麼儲備 怎麼投資 希望增值 我的房子怎麼轉讓 我怎麼方法 可以炒什麼旗子 做什麼股票 都希望增值 又買什麼希望增值 所以世俗人很著重排毒 很著重增值 佛教的增值是什麼呢 佛教的排毒 就是排三毒 就是燒業障 世俗人說佛教的增值是指什麼 有很多人不喜歡聽佛教的術語 所以我不講佛教的術語 所以正如說 一講輪迴人家就說迷信 我講循環 那怎樣迷信 我講循環 生死循環 你說他不科學嗎 一講排毒 就明白接受 一講燒業他就不喜歡 其實燒業就是排毒 一講增值他就喜歡 你講修行 你講修行他就不喜歡聽 你講增值他就喜歡聽 修行就是增值 增加你的福慧 所以由此 燒業則排除三毒 修行 就是增加福慧 有什麼不科學呢 有什麼不好呢 你喜不希望你的貪真痴 減少 你的煩惠就是貪真痴 你喜不希望你的福慧增加 你希望福慧增加 只不過你不喜歡聽燒業 不喜歡聽修行 這些佛教的術語 就用排毒 以及增值跟你講 你不喜歡聽輪迴這兩個字 就用循環跟你講 都是講出了事實 有些學為式的人 他誤解佛教 一聽到如內壯 這三個字就很難看 如內壯是佛教的術語 是真正佛法 你為什麼誤解這件事 如內壯妙真優性 叫做壯性 真優 一講真優 如內壯 他不喜歡聽 其實他誤解佛教 淺解佛教 所以 這個正念相繼 大世智菩薩 就是排毒的專家 大世智菩薩就是增值的專家 一令驗經 大世智菩薩叫我們正念相繼 同時排毒 同時增值 最好就是念阿彌陀佛 未來喜順論 馬明菩薩就會教大家這樣做 好了 分別法罪 道商 修行很難 最難就是為什麼呢 其實 鬼最多人怕那些疑心生暗鬼 自己的無名魔鬼 那些無名鬼 其實世界上最多人怕是什麼魔 心魔很可怕 心魔是從理上言 但是從事上說 哪隻魔對我們最可怕 最將我們修行是什麼魔 心魔已經說了 是從理上說 從事上言 哪隻魔是最容易 障礙我們修行 將來你託經 將來你看經 將來你聽經 將來你念佛 將來你驚行 將來你去拜佛 哪隻魔最可怕 哪隻魔最可怕 地獄五條根 是邊五樣 財色名食 最後那個什麼字 就是睡魔最可怕 睡魔最可怕 你看看 垂子怎麼寫 左邊的眼目 右邊有個垂子 垂子的眼 都看不到東西 所以垂母很多人怕 所以 由此之話 分別法最道上 很多人都說 我想去聽經 但是聽兩句話 我就黑眼睡 我不想去聽經 經都避寒吵之人 我拜佛 我拜兩下我就累了 不拜了 我不重經 重兩下我就想黑眼睡 因為你不叫他重經 他整晚打電腦打天光 他都不睡 玩電腦會不睡 一重經重兩句 他就黑眼睡 明白嗎 聽經一陣他就頂不住魔 禮慘一陣他就頂不住魔 為什麼呢 地藏經說 詩人有業障說 故於大成經不能記 他有業障 罪業障說他自己說 於大成經不能記載 不能學習 不能記住 不是障 所以睡魔最可怕 所以分別法趣道上 是講了精進的道理 現在我只是做一個前頭點出這個重點 換句話說 睡魔搞定 你就差不多了 睡魔能復 生會則性 你留下成就這個睡魔 打坐 坐到天光 不是叫你睡到天光 打坐不是睡覺 但是能夠回復精神 所以睡魔是最可怕的 所以呢 這個能夠受得咖啡 就喝杯咖啡 不行就時間喝茶 有一點很奇怪 他對茶和咖啡 有種莫名的恐懼 他這個身體上真的接受不了 又說不可以接受咖啡 又說不可以接受咖啡 不喝得茶 他就睡不著 睡不著 睡不著 你就早點喝 喝 那就可以幾個小時後睡著咖啡 這是借口來的 全部都是借口來的 這個出現 除了這個 疑心生暗鬼 疑心生暗鬼另外一隻鬼 這個鬼是他的 是他的姊妹來的 你知道是什麼鬼嗎 這個鬼很難搞的 這個鬼連佛菩薩都未必行得到 什麼鬼啊 就是懶鬼 我告訴大家 世界上最可怕的 深魔就從理上說 是你的理 從事上言 就睡魔最得人害怕 從事上說 懶鬼最得人害怕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的業障 對嗎 所以 如果你能夠精進 正如未來這個大乘喜信論 這個分別法趣道上 你能夠精進 就可以了 觀當菩薩 稱為觀自在菩薩 大家 這個 經文都有中到 勇猛丈夫 觀自在 觀自在 慰到眾生 就住此生 是指邊尊菩薩 我們的大腿觀自在菩薩 就是觀自在菩薩 所以勇猛丈夫 觀自在 慰到眾生 住此生 講這個普達山 所以希望大家 在聽過今天 我一些淺落的 引入之後 下一次能夠比較容易 理解 未來起訴論的經文 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 《議說納義分》 講完這個體訊論三大 一個初步的解釋 我們就要講到這個解釋分 解釋分 重新 解釋 這個有三種 混合為三 一者顯示正義 二者對峙汁 三者分別發脆道相 一個簡單的補充 歸納今晚我們所講的 顯示正義 就是譴證 譴出佛教政法這個道理 第二 對峙汁 即是破邪 破邪 即是破除一般 邪謀那種 置見 第三 分別發脆道相 是指指指 釋加牟尼佛 的教法 在馬明菩薩的起訴論 是歸納講出來 指出一條修行的路 是道路 路者道友 道路 所以我們怎樣才能夠 建道呢 我們怎樣做法才能夠建道呢 怎樣才能夠建道之後去修道呢 其中是有這個 有一個深深的道理 所以 歸納 100多部 大乘經典的資料 馬明菩薩 就做這個 馬明菩薩所做的大乘起信論 希望大家以這個比較小的文字 論 能夠呢 是能夠歸納 這個 認識佛教的正確的道理 所以 這個是 有意思的 在這個 網上大家很多時候有接觸佛教的道理 如果是如實 如法地去 把這個道理演繹我們要聽 我們這個叫做如實語 但是格外談 講到這個祖師參話頭的資料 就不容易 亦都是不方便 對這個 未當機的人去理解的 所以 如果有人說 佛教的道理 在義理之中 如果 不懂得理解成為棄論這個道理 他是不能夠用心去理會解佛法的道理 先制立論將佛教的道理當作棄論 佛教的棄論這個名稱 但問題不是立論讓你亂用的 希望你明白這個道理 如果你說的佛法叫做正法 別人說叫做棄論的時間 那怎麼證明你自己說的不是棄論 所以 看上去用三大 這個 余實空 余實不空 這個 真語 這個道理 我們呢 深入京壯 智慧如海 所以呢 亦都希望大家 即使是 以世間的聖人 這個聖人來說 未能夠做到孔子 以世間的大嬰 這些偉大的讀書人做到狀元功 王增 正所謂一生 最主要的智趣不是在於溫飽 是有這個高尚的 這個氣節 我們即使呢 必然能夠做到這樣 但起碼作為一個佛弟子 依照喜順論的指引來說 都能夠 好好地得到佛教法益的 請大家一起合掌 回向 願以此 功德 莊嚴佛淨土 阿彌陀佛 上報四重恩 下罪三途虎 若有見聞者 釋法菩提心 盡此一步生 同生極樂國 阿彌陀佛